香港人近年越來越珍惜香港品牌香港製造 好像暖水壺、塑膠加居用品、琵琶膏等 都多了年輕人關注 但有市場都要懂得把握 由香港品牌的第三代 除了努力發展家族的保暖水壺生意 還將品牌的特色引入酒店業 在疫情下究竟它如何平衡兩方面的發展? 在駱駝牌方面 我們本來計劃好一些活動 尤其是去年是80周年 我們本身有很多活動已經安排好了 但因為疫情 我們變成是做不到的 而在生意上 尤其是上半年 是的確受影響 門市 我想很多朋友 包括我自己在內 都少了外出 生意上一定有後面的影響 駱駝牌由Raymond的爺爺成立 經營多年一直依賴傳統雜貨店銷售 去到2016年才有自己的網頁 疫情下市面人流減少 迫使歷史悠久的老品牌 轉供網上銷售 找獨立小店合作 成功帶動生意下半年反彈 去年亦是錄得15%的增長 下半年開始 我們多了跟百貨公司做一些promotion 線上的生意 我們以前是比較少接觸 因為疫情問題 我們多了客人想跟我們合作 我們也多了去找對的線上客戶 去到下半年 因為有線上生意 亦都給予我們一些驚喜 因為以前沒有接觸的客戶群 我們能接觸到 所以生意額在各方面反而有增長 駱駛牌原有的九龍灣廠房 在2017年改建成均立酒店 裡面有不少駱駛牌的元素 例如地毯、燈罩等 酒店主工商務客 相比起保暖水壺 酒店在疫情所受的衝擊更大 對比2019年 可能2020年的入住率少了45% 如何填補這件事是一個大挑戰 以及如何給客人信心 做足安全措施 所以現在員工上的心理 我們都要去輔助 去年很多我們未遇過的一些事 所以我們每次有一件新的事物 就要想如何解決 這是最困難的 Raymond看到疫情不會在短期內完結 晚上靠私轉工本地生意 成功吸納長租客戶 令入住率回升至65% 去年酒店所謂的散客 入港的旅客少了那麼多 自然就想一想本地的生意 我們很早期大概三四月左右 我們已經想想如何做 我們這些長租客戶 我們叫Long Stay 都有成效的 因為可能我們的房間比較大 我們亦有聽客人的需要 我們增設了一些洗衣房 我們有一個Lounge給客人煮食 甚至最近我們聽到很多客人 想三個人四個人住一間房 我們都在安排一些 我們比較大的房間 可以放到三至四張床 對他們來說 代表租兩間房 租一間房就行了 價錢上升了 實惠經濟 疫情總會過去 企業站穩陣腳後 就要著手規劃未來發展 駱駝牌就在疫情期間 提進出口商機 而酒店方面 也開始進行通關後的準備 在駱駝牌方面 我們想做多一點內銷工作 過了幾年我們都收到很多 譬如日本、台灣的客人想跟我們做一些多一點的貨幣市場 這一年我們會銳利找一些那邊的客人去合作 令到我們的銷售點在世界各地再多一點 酒店方面我相信是難去揣測的 因為是真的好看疫情問題 但是難都要去計劃 我想我們希望就是 比較回復得快的市場 一定是國內 我們可能要找一些國內的公司 跟他們談 當我們一開關 我們會給他們一些優惠 或者最少他們知道 我們有這間酒店 在這一個區 可以serve 到他們 今集完商有計 香港品牌轉型開拓網銷 快速回應本地客需求